就是早上刚起 其实还在睡觉 睡梦中听到很吵这些的 所以就起来看一下 什么事情发生 就是我从门的洞口那边 我打开一下看一下 我自己也吓到一套 看到其实已经着火了 所以我就赶快去叫醒我女儿 这些的就是准备先跑出门 这样子 所以也是迷迷糊糊 忽然间就是因为太突然了 突然没有什么心理准备这些的 我那时候alarm响准备要去上班 然后我听到很吵杂山 我们是楼下在打架 往下楼下 每一次我就打开门 就很多农员进来了 我就听到很多小孩子 叫找我找我找我 我就冲出来看 人就看了隔壁找我 对 然后 然后我就跑过去对面 跑出去对面 对面有 在屋子角落头 有一个人 有一个30多岁马来西亚人 交手使给我 救命救命帮我打开门 开门了 我还快冲出来 根本没有人出来 我知道是有一个夫妇 就是华人夫妇 跟一个小孩子 这样子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屋主 屋主两夫妇这样 就是普通看到 去面打个hello 打个招呼这样子 没有多聊 没有 就是我本身 就是假如我太太有 有时候跟他们聊几句 这样 我跟屋主有讲话 但是他的担任 从来没有讲话 对 突然间找我 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找我 这样 现在暂时是没有 因为电流已经被切断了 就是现在他们在五楼 来借那个电流这些 他们做好了之后 会下来这边四楼 所以你们现在就是有水 会不方便吗 其实 多多少少会 就是这样子 感谢观看